前两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日本海外公共事务也被取消了 原本季子飞参加的 第十二届富有保健国际会议荷兰 以及第五十一届世界肺部健康大会西班牙 对疫情为由取消行程 但是宫内厅一名高级官员却透露 疫情影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2020年1月独卖新闻 还透露季子飞非常期待此次的行程 并计划带上优人来一次王室的交流之旅 似乎这里面的引擎并不简单 或许季子飞正好凭借着新冠肺炎的借口 离开了尴尬而难堪的场面 其实西班牙王后和荷兰王后 不待见季子飞的传闻 在日本已经众所周知了 两位王后对待季子飞和对待雅子王后 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雅子与马克西玛王后的情谊 从2006年开始就已经打下了基础 受邀访问荷兰期间 雅子和爱子公主在阿波尔多伦住了两周之久 经过深入的交流 马克西玛和鸭子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根据日本记者的透露 在日本为德人举行登基典礼之前 马克西玛王后就曾制定鸭子 表达了要与鸭子见面的想法 真性情的莱蒂奇亚王后 即便是在外交唱歌 也毫不掩饰她对鸭子皇后的喜爱 与鸭子皇后进行交流之后 还与她进行拥抱 并不停地抚摸鸭子皇后的肩膀意识安慰 然而话风一转 莱蒂奇亚对鸭子妃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在经过短暂的交流和外交礼仪之后 莱蒂奇亚从丈夫费丽佩和鸭子妃的中间走过 似乎有打断他们的意味 当丈夫和鸭子妃进行交谈时 莱蒂奇亚站在旁边 表现出一副不耐反的样子 在左右观望之后 费丽佩六世终于结束了与鸭子妃的交谈 随后 走到九子妃身边的莱蒂奇亚王后又转换成 明朗的表情和九子妃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 看到这一幕的日本记者也感叹道 可能鸭子妃坚持的男性权益制上的观念 让两位王后鄙夷不信 对于国外的反应 鸭子妃也早已知晓 原本她想要通过删除视频的方式 维护自己的形象 但是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 她也没有了一手遮天的本事 现如今日本皇室还是执行男性继承制 在21世纪的今天 女性依旧没有继承皇位的权利 在西方人看来 无论是萨利克法还是扮萨利克法 亦或者男肆优先的长子继承制 终究是重男轻女的产物 在男女平权的时代 这项法规遭遇不合时宜 1980年瑞典就首先采用了长肆继承制 也就是国王的孩子 无论男女都拥有同等的王位继承权 现如今 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 卢森堡等国家均已采用磁房 1947年 日本颁布的皇室典范 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二战前的价值观 也就是只允许男性继承 并迫使与平民结婚的女性皇室成员 失去皇室身份 这也从最大的程度上维护了男性的权益 但是女性成员也有过一次彻底的翻身机会 那就是在爱子公主降生之后 日本政府也曾考虑修改相关法律 以允许爱子公主成为皇位继承人 当时共同社援引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 爱子公主将成为她父亲得人皇太子的继承人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法律修改成功的话 那么爱子公主和真子公主 以及家子公主 都将成为此项法律的最大受益 不过公主们还没等到法律通过 却等来了一个改变了公主命运的人 也就是幽仁亲王 就差那么一点点 眼看就要改变日本皇室的历史 但是幽仁亲王的到来 让这个计划落空 也让保守派防起不已 在他们看来 修小公和继子妃就是性别歧视主义的 使他们凭着异己之力阻止了时代的进步 也改变了历史的进展 虽然有超过80%的日本人 希望爱子公主能成为下一任天皇 但是按照现有法律的规定 一旦她嫁给平民 她就必须离开皇宫离开父母 就如同唐杰真子那样 不管爱子公主对王位是否有兴趣 她都没有登上菊花王座的资格 明明手心手背都是肉 但是修小公夫妇 却选择了另一条现代社会 无法认同的道路 将男性权力最大化 原本他们可以和得人夫妇 一起联手为女儿争取权益 但是他们却选择弱化女性权力 必须让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厉厉地遏制女性的发展 这才是让人看不起的最大原因 明天就 wieder不接受导致 以后女性感觉 也保养力最大的 所有人做出品 还不合格事 那种声援 排除女性的